一代音乐大师顾家辉离世 很多圈中人以及香港市民都感到惋惜 黄淑怡是较早就知道辉哥去世消息的朋友 主持姐子在香港1月4日的清晨 收到来自温哥华的信息通知 辉哥已经去世 是这样 看来有些不是很开心 我近这两年已经没有见辉哥了 我们之前一直在温哥华 就是一些礼食家联会 每个礼拜三的聚会 吃饭 我们都有见面 辉哥的印象是 说话不多 但是经常笑咪咪 我们见面都是说他画画的东西 因为辉哥经常有画 汪明泉几首代表作 都是出自辉哥手笔 跟辉哥相识超过60年的阿姐 都很相感 很不舍得 当然一个这么伟大的组曲家 为我们香港的乐坛做了这么大贡献 很可惜因为辉哥为我们乐坛做了这么多东西 写了这么好的音乐 而且每个都是经典 一批又一批又优秀歌曲 他也有很多徒弟 我相信他应该没什么遗憾 他在乐坛上的成就 辉哥和黄尖组成的辉煌组合 抱出众多经典电视剧主题曲 更成功令不少歌手走上事业巅峰 郑少秋回复传媒时就指 辉哥度身订造的金曲总会突出歌手优点 非常敬佩和怀念辉哥 至于叶丽宜就感谢当年辉哥带入行 也令他由唱广告歌的歌手 变成家传户晓的歌星 如果没有上海滩这首歌 我相信我不能唱歌 唱了52-53年这么久 这是真真正正的 我很幸运也很感恩 我上一次跟他通话 就是2020年我在温哥华开演唱会 演唱会之前的两晚 他的女婿打电话给我就说 不方便了 因为当年疫情在温哥华已经开始有了 他们就不想他老人家出现 我都了解的 很简单他说了几句问候的话 也知道当时他已经退隐 在温哥华 有空打麻雀 这都是很悠游的生活 辉哥曾经在访问中 就透露过自己最满意的作品 就是由叶振堂主唱的《亡尽心忠情》 堂哥知道拍档离世 都感到相当不舍 今早一早听到辉哥不在的消息 非常非常不开心 当年辉哥寄了很多漂亮的作品 给我们这班歌手唱 而且这些作品 到了今时今日 已经成为经典金曲 非常感谢辉哥 辉哥作了超过千几首歌 每一首歌 我们都是二熟能唱 也都是我们香港人生活的一部分 一起成长的一部分 所以我觉得顾家辉是我们中文乐坛最重要的音乐人 不是之一是唯一 刘德华也有回应顾家辉离世 赞对方是香港乐坛贵宝 繪迟人口的作品 绝对能够代表香港乐坛的黄金年代 也指他的歌曲 《章如天使一样》 一直长留大家心中 而一种音乐人 歌手名人等 亦在网上作出悼念 包括黄伟文 林敏聪 刘天兰 黎瑞恩 谢安琪等 向一代乐坛巨像致敬